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剧中有一幕脱衣服的戏 结果衣服一霸开圈是白花花的肉 没有一点力量感 也毫无肌肉线条可言 它应该是属于比较容易发胖的体质 稍不注意身材管理就容易坠肉横生 早年还被叫过胖头鱼 脸胖不上镜 身材没有力量感拍路上半身的戏一点刺激感都没有 路问还不如不露 他的粉丝说他为了拍录这场裸露的戏份特意去见了身 因为在他的微博上看到他发过自己健身的照片 但这个小伙子倒也实诚 面对采访他说只是去健身房拍了一张照片就回家了 任佳伦从大唐荣耀锦衣之下播出后名气开始暴涨 一度被封为新晋古装男神 粉丝直言他可以作伴永久古装 但在古装市场上如鱼得水的他在欲交际之与君出相识也翻了车 片中他饰演的娇人有一段变形的戏份需要坦路上半身 但没有肌肉的他选择了穿假的肌肉衣 乍一看是力量感拉满了 但经不起细看 手臂一节粗一节细 脖子旁边还凹进去了一个坑 据一播出就登上了热搜 假肌肉衣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有人说这下娇人变成了娇人 有人说声音是张杰的 吻戏是替身的 身高是斜垫的 连肌肉都是一屋的 无独有偶 在清清自经里 范世奇饰演的男主洛秋迟同样是在路上半身的脱衣戏中 选择了用假肌肉衣来掩盖自己拿不出手的瘦弱身版 但是从被扒衣服的这一个镜头看过去 肌肉皆是紧致 好像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但竟对一对脸拍 立马就暴露了脖子上的假肌肉衣领子 假肌肉与他本人的肤色差了几个度 一时不知道该怪他不练身材 还是怪化妆是没有遮好侠 又或者说怪后期没有把这个bug遮盖好 为了弥补男演员们的身材不足 不仅由假肌肉依应运而生 假肩膀什么的也不是稀奇的玩意儿了 杨阳在特战荣耀里为了演出军人的恐武挺拔 他在肩膀里垫了假肩 往衣服里一塞 人看起来是伪案了不少 但不能动 一动电肩就容易移位 变成了大家来找茬的灾难现场 瞧瞧 他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明明表情很痛苦 在努力的演艺悲伤 可眼睛一秒看到病号肥下若隐若现的点尖 一秒就把观众拉出戏了 有一些中年男演员一拖更是眉眼看 黄磊与严妮主演的狗眼看人低利 两人有一场床戏 台词很火辣 严妮的身材也很顶 穿个小吊带风韵油存 可是再一看黄磊 肚子上一圈肉 躺那里动一动肚子上的肉就弹三蛋 好家伙 眼中年发福男简直不用眼 但可别以为他这是为戏牺牲 事实上 他在向往的生活里已经把自己养成了黄石石石 要说为戏牺牲形象也不是没有 比如最近正在热播的长相思里 邓威饰演的图山景俊美无仇 性格软糯 对女主是有求必应 无条件宠爱 这样一个又帅 个性又好的小狐狸 谁能不喜欢呢 但他一脱衣完全是一副小鸡仔身材 第二集图山景上线后 文小六把他捡回家给他治病 伤势好的差不多了服饰他洗澡时一脱衣服 整个一小胳膊小腿 说了没有一点生机 其实这是邓威为了演好这个被关押 虐待了三年的人的瘦骨菱形状态而特意减肥的 原本他也是有腹肌的 对比他之前晒出的肌肉图和剧中单薄的身材 可见他为这个角色牺牲了不少 是用了心的 有很多人说 年轻的男演员不愿意练肌肉 是因为他们的粉丝不喜欢那种大块头的感觉 毕竟白又受审美 大家都喜欢文质彬彬型的 但其实有肌肉并不代表就是壮大瘦如这样 很多男明星都是脱衣有肉穿衣显瘦型的 像最近凭借我的人间烟火而爆火的魏大勋 他的肌肉很显明 撩起上衣腰间八块腹肌 换衣服的时候也可见他后背的肌肉线条很清晰 壮实而有力量 但在我的人间烟火时 他穿上衬衫西装 打上领带 戴上金边眼镜 同样有一种斯文之感 完全不会有大灰狼装小绵羊的感觉 有的演员只是没有时间 或者说没有动力练肌肉 不愿意努力贴合角色而已 熊子奇在《浪花一朵朵》里演的是一名游泳运动员 然而站在泳池旁只穿一条泳过去一点运动员该有的活力四射 健康有生机的感觉都没有 拿过世界冠军的游泳运动员孙杨的身材是这样的 肌肉坚实 皮肤有黑有光泽 一派生机勃勃的模样 宁泽涛是这样的 一身腱子肉 又非常匀称 反观熊子奇的身材 没有什么痕迹 弯个腰座预备的动作是肚子上的坠肉一圈圈的 他其实开机前也练过游泳 但时间太短了 临时抱佛脚效果不明显 白敬廷在《荣耀乒乒乓》里同样饰演的运动员 他演的是乒乓球运动员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白敬廷在戏外花了很长的时间健身增激塑型 从最初的58千克增重到72千克 他当出道的时候也是一个瘦弱秀气的小男生 从排骨精炼成了八块腹肌到三角 中间流了多少汗可想而知 但效果是很好的 最终呈现了一个壮瘦有形 宽肩窄腰长腿的好身材运动员形象 一张脸满满的少年感 身材又是恐无有力型的 对他演运动员特径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样的身材在剧中路上扮身材算是有效的路 吴泪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年轻演员 在《星汉灿烂》里 他有一场中介受伤的戏 女主为他宽衣取残剑 衣服一扒了下来 一身肌肉就跃然于平 那一刻观众都顾不上看他痛苦的表情了 纷纷被他的肌肉吸引了 肌肉练起来了 穿上盔甲 骑上战马 阳刚硬朗的少将军形象才更加生动立体 白斩机上战场就被撂倒了 如何能所向披靡 戏外他科剧本 学习马射箭 练肌肉 一切为了服务角色 《长歌行》里也有一段裸上半身的戏份 为了塑造出草原儿郎的勇猛刚径 他高强度健身四个月 期间几乎没有怎么沾过油 连盐都吃得少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在新生代里脱颖而出的原因吧 这次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风神里的一帮年轻人 为了演好自己的角色 他们进行了六个月的封闭训练 学表演 学骑射 学历史 健身 拍摄的时候没有替身 都是自己上 向于试试演的激发从城门上跳下马 结果占有递过来的弓箭 反射重硬镖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看得人热血沸腾 这个镜头导演用一个长镜头一镜到底 可见现场有多考验大家的配合度 而受伤后的激发 那一身紧实的肌肉 也同样为这名武将的增色不少 不仅是于是 影片中费祥 刺杀 陈牧池 侯文元等各个都是身材好 到炸裂 在拍摄前 费祥凌晨三点就起来健身 一帮小伙子也是谁都不服谁 卯足了进的塑形 观众看完电影最大的感触是 乌尔善导演终于把走片的白右兽审美 拉了回来 荧幕上终于能见到久违的阳刚之气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同样是要演路上半身的角色 有料的和没料的差距一目了然 糊弄观众的都被打成了原型 用心服务角色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